这期继续31篇,他刚要把小卖部当成自己的小事业来做,刚能让国金松一口气,紧接着就出了这档子时,他心里难受得不行。 白哥,别太伤心,我向你保证,这只是暂时的几天,只要为大海来找我,我就有信心让他答应我的一个要求。 白哥问,什么要求?张国金笑笑,很大的一个要求,以后发财也说不定。 他没有直接跟白哥说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会发财,暂时还只是一个计划,一个可以说很难成功的计划,但他觉着,无论如何都要试一试。 这个计划,还是因为刚才回杨家庄的路上,突然冒出来的。 这一次,他也要算计一下魏大海。 发财,白哥有点不相信,瞎说,咱家哪有难命,指着家里那点地,跟这个小迈步,咱家的日子就不错了。 哎,就是这么一个小迈步,现在还要关门。 张国金蹲下来,抓着白哥的手,很认真的说,白哥,我想让你过更好的日子,我也看了。 没有钱,真的是到处都能被人踩上两脚,老刘就是最好的例子,我可以过苦日子。 但为了你,为了朝阳,我愿意去赌这一次。 白哥抿住嘴唇,忽而轻呼口气,我知道你是为了咱这个家,既然你有想法了,那我自然要无条件地支持你。 因为小迈步要暂时关门几天,白哥的心思本来是阴郁的,却又因着国金的一番话,变得有信心起来。 这就是他的爱人,时时刻刻都能让他看到希望。 那几天,张国金一直在等,如果魏大海来找他,他就可以继而向魏大海提出自己的要求。 有要求,就不能上赶着,不能主动,要不然会让魏大海产生顾忌。 他只能等,以把小迈步关门几天为代价,去等上门的魏大海。 等啊等,很奇怪,以前魏大海总来,自从出了老刘那档子时,魏大海就没来过。 现在小迈步关门了,随了魏大海的愿了,结果魏大海不来了。 难道,不是魏大海做的? 那一切又都说不通了。 又等了几天,等来了食堂的孙经理。 他是来诉苦的,向张国金倒了满肚子苦水。 县里的工人基本上被魏光明挤走完了,食堂的效益也跟着变差了。 原先食堂吃饭最多的都是县里的工人,干活的村民是不咋吃的。 每天回家,早饭,晚饭,在家里就解决了,离家近,午饭有的也是回家解决。 食堂的效益主要来自县里的工人,加上外村的村民。 县里工人一走,食堂每天的效益直接腰斩,用孙经理的话说,算上食堂大厨和帮工的工钱,下姐就和白杆差不多。 听着孙经理的诉苦,张国金心里无奈到极点。 魏光明又一次算计了下宿卷,明知道食堂的效益将来不会好了,但是食堂又不能没有,还有别村的村民需要吃饭。 但是,赚钱肯定是不会赚大钱的。 他就让下宿卷去承包食堂,省了一大笔建食堂的费用。 魏光明把一切都提前算得好好的,这就是商人的精明吗? 张国金是真掌了见识。 孙经理,将来食堂会一直这个样子吗? 孙经理想了一下,才说,也不一定,魏矿长不是要大力招收外来的村民吗? 今年矿场是刚开工阶段,随着矿场越干越大,招收的工人会越来越多,慢慢的,食堂也会随着变好。 张国金同意地点点头,也算是不赔本的买卖,只不过周期长了些。 国金,我看你这小卖部怎么关门了? 跟食堂一样。 生意不好吗? 那倒不是,我这就在家门口,生意好不好,都能一直开门,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,反正目的,是我在等魏大海上门。 等他上门? 你和魏大海的事,我听夏姐谈起过一点,平时,我也对他注意过,这段时间,他的脾气很不好,经常动手打骂工人。 这也是县里工人自动离开矿场的原因,谁也受不了他那个样子,也就村里的人,苦惯了。 是啊,他们选择忍受,是为了更好的活下去。 在村民以为,他们活下去的力量,不是来自于进宫,也不是来自于呐喊,相反是忍受,忍受着才能活下去。 孙经理摸着下巴陷入沉思,他没想到,一个乡下汉子,能说出这样的话。 国金,夏姐说,你跟别人不一样,看来夏姐说得很对啊,不过,你别等魏大海上门了。 我倒觉着,他在等你主动上门呢,这几天,在食堂吃饭的时候,我无意中听他念叨过,说是你会主动找他的。 听到孙经理的话,张国金一拍大腿,这就对了,魏大海在等他,说明老刘被经销商威胁,一定就是他魏大海做的。 目的是为了让张国金主动找他。 在魏大海看来,张国金完全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那种,既然主动不行,就逼迫张国金过来矿场。 没了小卖部这个挣钱的活计,为了生活,张国金一定会来矿上挣钱的。 那现在,张国金便明白了,谁先主动,谁就会落入下风。 他很确信,魏大海让他去矿上一定是有目的的。 不管什么目的,他完全可以利用这次机会,让魏大海给他办一件大事。 那就等,看谁能好过谁,反正他张国金不会主动。 在不了解魏大海真实意图的情况下,张国金错误地以为对方是在跟他耗着,他就等魏大海主动上门。 只要魏大海主动,他才能借此完成心理的那个计划。 殊不知,魏大海在经过夏宿娟拒绝合伙一事之后,已经对张国金失去了耐心。 魏大海没有主动上门,来再次要求他去矿上干活。 相反,张国金却等来了一个坏消息。 是在第二天的傍晚,无风无雪,天地之间一片寂静,偶尔孩子们的读书声从教室里传来,伴随着一阵有人叫国金的喊声。 声音显得急促不安,张国金当时正在院子里跟小昭阳玩呢,往院门口抬头一看,是亮子。 没等张国金问亮子这是怎么了,亮子便神情慌张地说,国金,你姐夫出事了。 什么?张国金惊呼出声,慌忙放下小昭阳,冲到亮子跟前,我姐夫到底怎么了? 亮子喘着粗气说,矿井发生了小面积塌方,永贵被困在里面了,魏经理让我来喊你。 张国金猝紧眉头,那还等什么?快去救人啊。白哥,你在家等着,先别告诉咱爹,要是被咱大姐听见了,肯定会着急。 大姐杨玉兰怀着身孕,可受不了这样的惊吓。 白哥点了下头,心里也是担忧的不行,嘱咐着说,那你要注意安全。 张国金率先往矿场跑去,亮子紧随其后,就在奔跑的过程中,张国金边跑边问。 怎么会发生塌方?不知道啊,可能是哪个顶板眉支撑住?到底严不严重? 是小面积的,要是大面积的,所有人都要埋到下面的。 老是听村民谈起过挖眉的事,张国金对井下有些基本的了解,在井下那么深的地方,不出事还好,一旦出事都是要人命的事,而且救援难度很大。 安全,安全,说到底还是安全的事,他嘱咐过姐夫很多次,干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,不能什么事都往前冲,没想到还是出了事。 说话间,便已经来到矿场以北的下井口。 亮子说,在一号彩区。 一号彩区的井口已经聚集了不少从井下上来的村民,魏大海正在井口指挥秩序,防止骚乱的情况下再出了其他事。 有让人疑惑的地方,矿场发生了这么大的安全事故,只有魏大海在这指挥,却不见魏光明这个矿长的身影。 现在来不及去想这些东西,姐夫还在下面困着呢,救人要紧。 张国金跑到一号彩区,魏大海冲他摆摆手。 郭金,你来得正好,井下的工人我都疏散到上面了,轻点了一下人数,确实只少王永贵一个人,想必是困在了里面。 那还等什么?赶紧下去救人。 张国金大声地喊道,你看你,你着急,我理解,但我得先确定一下到底有多少工人困在下面,才能展开救援。 那你不是已经确定好了?赶紧,少废话。 张国金急了。 魏大海眉头一皱,张国金敢这样对他大呼小叫的,哼,等会,有让你说不出话的时候。 是是,时间就是生命,咱这就下去救援。 魏大海松了下肩膀,多叫些人,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搜过来一遍。 张国金提出自己的建议。 其他上来的村民也是这么想的,都要跟着下去救援,却被魏大海给阻止了。 井下保不齐会发生二次塌方,你们这么多人下去,只会添乱,身为矿场的主要负责人,我得对你们大家的生命负责。 这样,我和国金两个人下去就行,小他方,两人足够了,你们就留在上面等着我们的好消息。 魏大海说得大意凛然,一副都是对你们生命负责的样子。 村民还想说什么,魏大海一个冷眼看过去,我是经理,还是你们是经理,让你们在上面守着,就守着。 行行行,赶紧下去吧。 张国金实在没心情去听魏大海的长篇大论,姐夫现在是生是死还不知道,必须得抓紧时间。 魏大海从村民手中要来两个矿灯,递给了张国金一个之后,先一步走到灌龙旁边。 张国金正准备跟魏大海下井,刚走几步,他停了下来。 转身对后面的亮子说,亮子哥,你去把老拐头找来。 亮子明白张国金的担忧,立马反身向村诊所跑去。 魏大海没有让所有村民都跟着下去找。 他说是,怕人多的情况下,容易引起二次塌方。 一旦发生二次塌方,会产生连锁反应,很可能演变成大面积的。 到时候,就不是困住一个人那么简单了,很多人保不齐都会因此失去性命。 所以,他要对大家的生命负责,不能因为一个人而牺牲大部分人,而他身为矿场的负责人,理应不惧危险,愿意陪同张国金下井救人。 这是魏大海的说法,说得很负责任的样子。 张国金对井下的事并不了解,现在因为对姐夫的担忧,早已慌了神。 魏大海把灌龙的铁帘子往上拉开,走了进去,张国金紧跟着也走进里面。 哗啦一声,铁链子制成的格挡帘子重新归位,随着魏大海按了一下灌龙里面的开关,灌龙快速往下滑去,一阵失重感让张国金一个站不稳,抓住了旁边的铁链子。 张国金的心立马提到了嗓子眼,随着灌龙越往下,窒息感让人喘不上来气,幸好垂直的井壁上挂着一盏盏照明灯,才让窒息感减缓了许多。 说实话,这是他第一次下井,有点紧张,心里怦怦直跳,但更多的还是担忧,这么深,姐夫一个人困在井下,却生死未知。 魏大海突然拍了拍他的肩膀说,第一次下井都这样,习惯就好,把矿灯带头上,这样会减缓一下心里的恐惧。 魏大海表面上是在安慰,心里却冷哼一声,平时看着本事不小,没想到也是一个胆小鬼罢了。 不过不要紧,很快,你就能做一个真鬼了。 这样想的时候,魏大海拿出一个面罩戴在脸上,还递给张国金一个,下面刚刚踏方,玫瑰飘得到处都是,戴上好一些。 张国金没有接,他可没有心思再去管玫瑰了,心里祈祷着灌龙能尽快到达地下。 灌龙还在一直往下滑,张国金慢慢适应了,心里不再那么紧张, 他问魏大海,还要多久能到? 几百米深嘞,不过也快了,这灌龙吓得快,别急。 他能不急吗?多等一秒,姐夫的危险就多增加一秒,是死是活都不知道的情况下。 任何一秒,对于这个家都是灾难。 要是姐夫真出点啥事,大姐还怎么活呀,还有一个未出生的孩子,他心里已经乱成了一团麻。 咣当一声,灌龙终于到了几百米深的地底。 铁帘子打开,张国金深呼一口气,努力让自己紧张地心情平复下来,必须保持冷静。 入眼处,是一条长长的杭道,满眼都是黑色的霉层,地面散落的一层霉灰,被踩出乱糟糟的脚印子,能看出干活的村民,在撤往井上的时候,很是慌乱。 在杭道的边缘,有几个黑乎乎的大型机器,圆圆的,里面盛满了割落下来的黑霉。 杭道中间,一根根生铁铸成的立柱,支撑着整个杭道顶部,顶部是铁架子加木板,看上去还算牢固,但要是发生塌方,也不是没有可能。 谁能保证哪块木板突然断裂,导致上面的霉层落下来,一旦某段地方发生塌方,来不及跑出去的情况下,很容易就把人困在里面。 哪个地方发生塌方了,快带我去。 张国金急忙说道,这边拐弯,再往前,就在那里,不远。 魏大海指了井下一个地方,那片区域一片黑暗,可能由于塌方的原因,导致井下线路受损。 张国金扶着头上的矿灯,第一次用这玩意,一时不太适应,好在他往哪看,哪个地方就会变亮。 他着急地就往前跑,往前跑了几十米,他看到了塌方的地方,和刚才第一眼见到的宽大航道不一样。 眼前是一处窄窄的航道,上面是断下来的木板,支棱着悬挂在空中。 往下是一大堆散下来的黑梅块,很大一堆,直接堆满整个窄窄的航道。 姐夫应该就在这一堆梅层后面,望着这么大一堆,他真后悔没多叫下来几个人帮忙。 已经来不及再回去了,他冲着魏大海喊道,愣着干什么,还不快来帮忙。 张国金瞅准一个位置,已经开始用手扒拉那些散落下来的梅块了,小块的还好扒拉,大块的得用力抱起来扔在一边。 和张国金着急的样子不一样,魏大海不紧不慢地走了过来,站在那里说,不能这么鲁莽地去挖,当心上面的梅层落了下来。 魏大海指了指上面挖开口的顶板,像恶魔的巨嘴一样,在黑暗中张着大口。 看得张国金不自觉地喉咙一紧,摇摇欲坠的顶板,的确会随着他把下面梅块掏空的缘故,再次发生塌方。 你得顺着杭道的边袜,那样还有支撑的地方。 魏大海说着,带头在靠边的地方扒拉起来。 再是心急,魏大海说的也是有道理的,张国金便也冲着杭道边扒拉起梅块,一边把梅块往身后扒拉,一边冲着里面喊姐夫。 除了杭道里空洞的回声,并没有听到姐夫的回应。 张国金加快挖掘的速度,挡在杭道里的梅块大大小小都有,很不规整,带着棱角,手掌不知道被割破了多少口子。 要是仔细看,黑黑的梅块上面,沾上了暗红的血液。 顾不上手掌传来的剧痛,他不管不顾地往前挖着,往前挖了大概有四五米的位置。 在他坚持不懈喊着姐夫的时候,最深处终于有了姐夫的回应。 国金,是你吗? 是我,姐夫,你现在怎么样? 张国金声音很是着急,心里已经欣喜起来,他松了一口气,姐夫能回应他,说明姐夫没有生命危险。 我没事,就是腿被压住了。 挖的时候就遇到了巨大的梅块,还是和魏大海两人一起,才给搬走的。 可想而知,姐夫的腿被压住,一定是一块更大的梅块。 姐夫,你先撑住,听声音应该不算远了,我马上就挖通了。 国金,快挖,上面的顶板好像要撑不住了。 魏大海大喊了一声。 张国金抬头一看,矿灯照到的位置,顶板已经裂开,随时都有断掉的情况发生。 他深吸一口气,更快地扒拉起前面的梅块。 随时都会发生第二次塌方,只会比第一次严重,他必须何时间赛跑。 在快速地挖掘中,又往前挖了大概有三米的位置,终于从缝隙中见到一丝光亮。 那是姐夫头上的矿灯照出来的光亮。 能看到光亮,说明已经挖通了。 最后一下,张国金直接伸脚踹出一个口子,乌黑的双手不停地打颤,鲜血和玫瑰混合在一起,看不出来原来的样子,只觉着一双手疼得不行。 魏大海又在身后喊,声音不尽,相反比之前还要远一些。 张国金,你先进去看看王永贵的商事,我去上面喊村医下来。 张国金没在意魏大海的话,他已经把最后一道口子扩大,钻了进去。 里面空间狭窄,姐夫正蜷缩在一块木板下面,很幸运,要不是那块木板砸下来的时候,形成了一个三角,姐夫很可能就被直接埋在下面了。 靠着仅有的一点空间,姐夫才没出现严重的伤势,但整个下半身已经被煤块覆盖。 有一块特别大的煤块压在了姐夫腿上。 他弯着腰冲过去,姐夫,你怎么样? 没大事,就是被压住腿了。 王永贵说得轻松,可从他脸上痛苦的神色来看,一定是不好过的。 张国金往压着的大煤块上面看,矿灯紧随着方向照过去,低头一看,姐夫的裤腿下面已经渗出了一大滩鲜血。 他赶紧去搬动煤块,使出了很大力气,轰隆一声,煤块被掀翻到一边,随着掀起的煤灰,胸膛剧烈地起伏着。 确实很重,连他找到一个能发力的角度,使出全身力气,才勉强把煤块掀开。 姐夫慌乱之下,被砸中大腿,剧烈的疼痛中,压根使不上力气。 等压着的煤块掀开,再看姐夫的裤子上已经被血浸透。 然后,张国金赶忙脱下衣服,紧紧勒住大腿流血的位置。 姐夫,能走吗? 王永贵试着站起来,刚抬了一下屁股,呲牙咧嘴地又坐了下去。 伤得很严重,腿上包住的衣服又被血浸透,想靠姐夫走出去是不可能了。 背姐夫出去更困难,夯到里原本堆积的煤块,一边挖一边往下滚, 只够一个人弯腰爬出去的空隙,再背上姐夫,根本不可能。 扩大焊到需要时间,姐夫腿上的伤口应该是伤到了大动脉,流血很快,再不及时得到救治,那血都流干了。 好在卫大海上去叫村医了,张国金趴在洞口,趁着头往焊到外面喊, 喂!她是想让出去的卫大海多叫些人下来,再让老拐头多带点纱布,还没喊出口,随着咔嚓一声,紧接着巨大的轰隆声在耳边响起。 她听到了姐夫在喊,小心。 然后,她就被翻身而起的姐夫压在了身下,眼前是掉落的煤块,顶板撑不住了。 真的是顶板撑不住了吗? 刚才挖掘的过程中,布也是随时处于断裂的状况。 不对,在煤块如雨一样落下来时,头顶的矿灯照在焊到尽头,她清楚地看到卫大海转过身,对她咧嘴笑着,黑暗中,那样子似吃人的恶魔一样。 她还看到卫大海接连踹弯了好几根立柱,正是歪倒的立柱,让上面本就摇摇欲坠的顶板,一下子失去最后的支撑。 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,可是又能做出什么反应呢? 焊到窄窄的,能出去的口子更小,姐夫的腿还受着伤,想反应过来跑出去,是一件基本不可能的事。 只是寝客间,随着轰隆一声,巨大的响声充斥进耳膜,焊到整个地坍塌了下来。 她没有再看到如雨一样落下的黑莓块,没有看到焊到尽头的卫大海,眼前一片漆黑。 焊到尽头,卫大海拍着手,紧了紧脸上的面罩,看向整个坍塌下来的焊道,喃喃自语,让你戴面罩,你不戴,乡下人就是不讲究。 又在焊到尽头停留了一会,才转身进了灌龙,按下上升的开关,灌龙发出呜呜的声响,带着她往上升。 到了地面,卫大海掀开铁帘子,故作惊吓的样子,冲着人群跑过去,要不是有人扶住她, 她就该趴在地上了。 卫经理,你这是咋了?咋就你一个人出来,永贵呢?还有国金呢? 卫大海喘着粗气,指着井下着急地说,张国金操作不当,我让她不要乱挖,非不听我的。 结果发生了二次塌方,烫到她了,俩人都被埋在下面了。 你说个啥?有人一把抓住卫大海的衣领,是养老怪。 我俩个女婿被埋到下面了。 是,是,要不是我跑得快,你们就见不到我了,那可没人给你们发工钱了。 王八蛋,谁要你的工钱,害死我两个女婿,我老汉宰了你。 杨老怪说着,就要抄起旁边的铁仙。 围观的村民赶忙拉住,杨叔,不能冲动,千万不能冲动。 卫大海把面罩摘下来,吸了一口气,老头,话可不能乱说, 明明是你两个女婿操作不当,才导致的塌方,可不是我害的,耽误了我工程进度,我找谁说理去。 你,杨老怪被人拉住,指着卫大海怒气冲冲地说,在你矿上出的事,你吃不了兜着走。 没关系,该多少钱我赔,照合同来。 卫大海挠着头,但好像其中一个不属于矿上的工人,是没有合同的。 不过我心好,也可以适当地赔上一点。 畜生,我今天飞宰了你。 杨叔,别闹了,除了耽误时间,一点用也没有,现在就人要紧啊。 亮子对杨老怪大声吼道。 杨老怪一双浑浊的老眼,才算慢慢回了神,嘴唇哆嗦个不停,对,救人,快救人。 两个女婿要是都死了,这不是要她老命吗?两个丫头该怎么活啊? 杭道整个坍塌了,没救了,下去也是送死。 卫大海不嫌不淡地说了句。 说得杨老怪差点一个背气没过去咯,老麦的身子晃了晃,强行稳住,活要见人,就是死,也要见到尸体。 亮子大手一挥,冲着身边的村民喊,走,跟我下去救人。 村民整装待发,随时进入灌龙下到井下。 可谓大海似乎有意不让众人下去一样。 阻拦柱说,谁也保不齐会再次发生塌方。 刚才没让你们下去,就是因为这,你们也看到了,确实发生了二次塌方,要不是我刚才拦着,现在埋在下面的就是你们,想想自己的命。 至于救人嘛,我看还得找专业的人,你们放心,我这就去找。 卫大海有一拖延时间,多拖延一秒,那张国金死掉的机会就会大一些,这是为了保险起见。 其实他心里已然是清楚的,整个杭道坍塌,绝对活不成。 不被当场砸死,也要闷死在里面。 听了卫大海的话,准备去救人的村民也有点犹豫了,确实得需要专业的人。 卫大海不是说,正是因为张国金操作不当,才导致的二次塌方。 狗屁,我看你就是居心不良,专业的人。 那你明知道,国金娃子没下过井,他可不是专业的人,为啥你还偏偏带他一个人下去? 我看,你就是想害死国金娃子。 井下被埋的两人都是养老怪的亲人,也只有他会一股脑地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卫大海身上。 听到养老怪的抱怨,村民也反应过来,原先觉着卫大海单单带张国金下去,是因为井下被困的是张国金的姐夫,当时也就没想太多。 现在想想,养老怪说得很有道理,卫大海的所作所为,真得很可疑。 量子也说,国金平时对咱咋样,咱心里清楚,要是怕死的,就留在上面,不怕死的,跟我下去救人。 救人,怕死,咱们也不来矿上干活了。 对,不管咋样,都要把俩人带上来。 所有干活的村民,没有一个怕死的,纷纷冲到灌笼里面。 因为两个外村的上门女婿,却让村民再次团结起来,为大海之道。 这全然因为张国金在村子里的威望,该死啊,确实该死,现在好了,也仅此这一次了。 以后,是绝对不会再发生这种村民团结一致的事了。 杨叔,你在上面等着就行,下面乱,你年纪大了。 量子最后嘱咐了一下养老怪。 养老怪一摆手,不行,我老汉必须跟着下去。 待在上面,他怎么能放下心,当即招呼着旁边的老拐头说, 老拐头,咱俩年轻的时候,那在村里也是响当当的人物,不能被人家看扁了。 老拐头的辈分小,见了养老怪也要喊上一声书。 书,我大小是个医生,医生是救死扶伤的,就算你不下去,我第一时间也要守在现场。 第一趟灌龙已经下了井,量子打头冲在最前面。 前两年洪水的时候,张国金救了他的孩子,要是怕危险不管不顾,他是没脸见白鸽的。 矿上塌方的消息早已传遍了村子,汉子们都跑来守在矿场,心里为俩人祈祷着。 父女们分成两拨,有一拨人去了养老怪家,杨玉兰怀着身子,得有人宽慰。 杨玉兰听到消息,当即就坐在了地上,哭成泪人。 还有一拨人去了白鸽家,白鸽也知道了消息,可他没哭没闹,只是把小昭阳交给了王沈。 一个人进了屋,锁了门,任由父女们怎样拍门,都不打开,他们听不到屋里有任何声音,静得吓人。 在矿上干活的村民是最先一批下井的,到了井下就开始挖。 一个时辰后,专业的救援人员赶到,横道狭窄,压根成不下那么多人。 最后由专业救援人员打投在前面挖,村民在后面重新固定顶板。 天黑了,风起了,刺骨的寒风吹在矿场上,发出呜呜的声响。 村子里的神婆点燃了没有灯,在神像前跪着,手里拿着一把燃烧的像。 懒汉,你又来了。懒汉把神婆扶起来,接过神婆手中的香,插在了香炉里,一改往日懒散的形象,对着神像面容真诚。 那么寒冷的夜晚,围观的村民没有一个回家的,他们都在等,等着井下传来好消息。 差不多又过了三个时辰吧,那时村民的手都被冻红了,双脚也冻得发酱。 井口处一阵骚动,紧接着一束束矿灯,胡乱地闪烁着。 人挖上来了。挖上来了。 那人咋样啊? 人群也跟着骚动起来,相互低声讨论着。 天黑,看不清晰,能看清楚的时候,有人抬着担架从井口往矿场外面跑,总共是两个担架。 担架上的人浑身躯黑,沾满霉灰。 不用想,那一定就是被埋的张国金和王永贵,是杨老怪家的两个女婿。 杨老怪这是倒了什么血霉,一下子就要失去两个女婿吗? 有人见老拐头跟着担架跑,双手沾满鲜血。 薅住老拐头就问,老拐头,人咋样? 老拐头喘着粗气,国金的命算是饱下了。 但,但永贵,不好说,我得赶紧跟着去医院,路上有个照应。 当两人被挖出来的消息,飞着传进村里的时候,杨玉兰闹着要去医院,不让他去,他是活不下去了。 白哥心里五味杂陈,赌得难受,一方面是国金的命保下了,一方面是姐夫还不知道是生是死。 据警下参与挖掘的村民说,王永贵伤得很重,趴在张国金身上,因为这,国金才算保住了一条命。 那村民就知道了,是王永贵救了张国金。 矿上的一间办公室里,没有开灯,里面有声音,不大,似是在压着嗓子。 大海,你马上收拾一下,离开这里。 哥,你让我去哪? 去哪? 去国外,找你嫂子。 我不去。 不去。 魏光明当场给了魏大海一巴掌,告诉你了,只许成功,不许失败,你怎么回事?那张国金怎么还活着?那条窄横道的确全部塌了,任何人埋在下面也不可能活下来。 他们不是说,说是叫王永贵的把张国金给护在了身下,要不然,他绝对不会活下来。 没想到这张国金的命竟然这么硬。 行了,说这些已经晚了,张国金一旦醒来,一准把你给告了。 这是谋杀,就算人没死,你也要坐牢,何况,那个叫王永贵的是生是死还不知道,全死了还好,有一个人活下来,等于留下活口,这事就不好解决了。 听哥的,连夜离开这里。 哥,没大事吧,我就说是他俩人操作不当,才导致的这次事故,谁也查不出来啥。 你觉着以张国金的聪明劲,事后他反应不过来。 你当他蠢啊。 哥,让你走,你就走。 魏光明压着怒气,你就听哥的一回,我心里很不安,你先出去避避风头,我会解决这事的。 等事情好了,我再让你回来。 魏大海不好再说什么,开着轿车在夜色的掩护下,离开了杨家庄,一路上连车灯都没敢打开。 这一夜,杨家庄的妇女们都不好过,他们没想到矿井下面就是个吃人的怪物,太危险了。 那自家老爷们挣那点工钱,是把头别在了裤腰带上。 拿命去挣钱,不值得,有妇女就劝解自家老爷们,不能再去矿上挣钱了,命要紧。 线上的医院里,张国金坐在病床上,举着一只缠满纱布的手,无端地出神。 医生说,手臂骨折了,其他地方没事。 胳膊是被上面落下来的煤块给砸的,很万幸,那样的情况下,还能保住性命。 他当然知道,在那个千钧一发的时刻,是姐夫翻身把他压在了下面。 国金,你先休息一下,我在门口守着永桂就行,只要医生出来,我立马喊你。 亮子担忧地看向手术室,永桂现在还在里面进行急救。 亮子哥,我下井的时候,有一条主航道,很大,主航道没事吧? 主航道没事,坚固得很。 那,窄航道为什么会出现塌方? 是因为我姐夫操作不当吗? 亮子回过头,有些疑惑地看着张国金。 不好说,其实那条窄航道是前两天临时挖的。 临时挖的? 对,那条窄航道压根没什么用,割煤机又进不到里面,根本产不出来煤。 不知道魏大海怎么突然要挖那么一条窄航道。 而且,当时是他带着矿上工人挖的。 你也知道,工人基本上走完了,留下来的工人并不多,所以才挖得窄吧。 张国金吸了一口气,面色凝重,那为什么我姐夫会在里面? 亮子想了一下,叹口气说,永桂这人实在,一直都是最后一个离开矿井。 那天傍晚也是到了快下工的时候,魏大海却下到井下,让永桂去那条窄航道固定一下顶板,永桂能说啥,想也没想地就去了。 要是知道会发生这事,我怎么也不会让他去的。 亮子有些自责,当时我也想跟着永桂一块去的,可魏大海把我带到主航道。 让我检查戈眉机,说过几天把窄航道扩大,就把其中一个戈眉机放到窄航道里。 没过多大会,窄航道里轰隆一声,我知道出大事了,想去救人,魏大海说他先在下面救人,让我来喊你,之后的是你都知道的。 嗯,我知道。他现在很确信,井下魏大海猛踹支撑住的一幕,不是他的幻觉,也不是因为落下的眉灰看花眼了。 加上亮子说的,魏大海之前的行为就很可疑。 张国金很快得到一个结论,魏大海是想杀了他。 怪不得之前,魏大海一直要求他来矿上工作,看来,从一开始,魏大海就是想杀了他的。 为了什么?为了夏宿娟,就为了一个女人,魏大海竟然敢做出杀人的事,也太胆大包天了。 真以为有钱有势,就可以随意践踏人的生命。 报警,快,晚了,说不定魏大海就跑了。 张国金彻底地想明白了。 他早该想到的,放着在井下干过活的村民,不带到井下救人,偏偏让亮子来喊他,还只把他一个人带到井下。 当时还说得大意凛然,口口声声都是为了村民的生命负责。 那带着他这么一个从来没下过井,对井下的事都不了解的人,去救姐夫。 魏大海明显是有意为之。 光顾着担忧姐夫的安危了,当时也就没想太多,现在冷静下来,他全想通了。 亮子不解地问,报警?为什么要报警?你是怕出了事,魏光明不赔钱是吧?他敢不赔,医药费一个子也少不了。 他要敢不赔,我叫人堵住他的门。魏大海要杀我,他是在谋杀。 张国金抄起床上的棉衣,披在肩上,慌慌张张地出了医院。 亮子愣在原地,嘴巴微张着,谋杀。杀谁?杀张国金?这,这怎么可能? 天亮的时候,张国金回到医院,脸色失望,很显然是无功而返。 报了警,连夜去了矿场,结果魏大海早跑了,魏光明却是装作什么事都不知道,主动拿出赔偿的钱,对待善后的事需要用到的钱,这一次他没有一丝犹豫。 张国金愤怒极了,魏光明不可能不知道,但他又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,能够证明魏光明是参与进来的,没有证据,派出所说他就是诬陷。 愤闷的同时,亮子倒是告诉了他一个好消息,永贵的命算是保住了,只是现在还昏迷着。 张国金点点头,堵了一夜的喉咙,终于能顺上来气了。 姐夫为了救他,要是活不下来,他这一辈子都会生活在自责中。 保住了命就好,保住了命就好。 养老怪蹲靠在墙根,喃喃自语着,经过这一夜,他一下子老了很多。 看向沧桑的老丈人,又看向流了一夜泪水的大姐,他决定要让魏光明付出代价。 当把所有的来龙去脉,包括一些细节告诉亮子时,亮子攥紧了拳头。 当真是那个魏大海做的,这个畜生。 亮子把拳头攥得搁之响,杨叔说是魏大海故意的时候,我还没当回事,想着是杨叔出于担心,才说出这样的话,没想到真是魏大海做的。 魏光明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,但他要说跟这件事没关系,我是不相信的。 那他肯定参与了,可是咱没证据呀,他这是做得太隐秘了,没有一个外人知道。 光靠咱这样想,也不能把他送牢里呀。 亮子很气愤,明明知道是谁所为,结果一个跑了,一个因为没有证据跟没事人一样。 是啊,证据是没有,但也不能让魏光明好过了。 国金,你说咋个办,要不要带人去闹? 张国金摇摇头,没用,能闹出什么结果,他总不会去承认吧。 这样也不行,那样也不行,难道就看着他逍遥法外,怎么也得让他吃点苦果子。 罢工。 张国金下定了决心。 罢工。 你跟村民把所有事都讲清楚,村民自然能听懂,不用谁去说,知道了魏光明不把人当人,随即践踏生命,村民肯定就不会下井干活了。 国金,我知道咋做了,这就去办。 亮子回了杨家庄,张国金还不能回去,他得等姐夫醒来,要不然放不下心。 只要亮子把所有真相和村民讲出来,魏光明就等着矿场停工吧。 这算他自作自受,县里的工人已经被他赶跑,那他现在所能依赖的,就是这些村民了。 没人给他干活,魏光明有再大的本事,也不能让矿场赚起来。 做出罢工这个决定时,张国金最初也是犹豫的,村民不干活,等于让村民失去了经济上的来源, 但他还是下定决心,做出罢工的决定。 魏光明敢做出一次这事,就敢做出第二次,不拿村民的生命当回事。 那杨家庄的村民凭什么给他卖力? 夏宿娟来的时候,姐夫已经醒了,只是下不了床,肋骨断了几根。 医生说,不幸中的万幸,差一点肋骨就砸到脾脏上,真是那样的话。 救援过程中耽误了那么长时间,加上当时恶劣的环境,姐夫的命是保不住的。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,只有老丈人竟对夏宿娟破口大骂起来。 你这个毒女人,要不是因为你,我俩女婿怎么会被人害了?你给我走。 这真是没来由的,张国金也只是猜测魏大海杀她的原因,是为了夏宿娟,但具体是不是这样,只有魏大海本人清楚。 张国金看着发疯的老丈人,知道再去解释什么都是徒劳的,当即把夏宿娟带离了医院。 宿娟姐,你别生气,我老丈人她就是太担忧了。 我知道,我不生气,你没事,我就放心了。 夏宿娟不生气,甚至心里竟然莫名生起另一种感觉,张国金为了她,差点被魏大海害死。 相反,她对张国金却多了一种莫名的情愫。 只是,她没说,也不能说,就把那种没来由的情愫,当成是姐弟之间的亲情吧。 一个星期后,张国金和姐夫回到了杨家庄。 到了杨家庄,和她预料的一样,村民不再去下井干活,矿场停工了。 张国金是庆幸的,庆幸村民能变清是非,没有再去下井干活。 她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? 或许连她自己都说不出个所以然。 为了让魏光明付出代价,为了以此让魏光明重视井下安全, 再或者,要是能把魏光明挤走,让县里重新派来一个人管理矿场,那就再好不过了。 当然,她知道,要把魏光明挤走,是很难的一件事。 魏光明的势力太大了,大的矿场小面积塌方这件事,也不了了之。 魏光明积极赔偿,处理善后的事,向县里保证,绝不会再发生类似事件,她的态度很好,很诚恳。 县里也没办法,矿场刚刚处于起步阶段,而且,县里最近开了一次大会,准备对所有的村子进行通电, 那对煤炭的需求量将会很大,绝不能在这个阶骨眼上让矿场出事。 好在没有发生死人事件,这事就不算大,只能算小的安全事故。 县里只是对她一直警告,她又像个没事人一样。 县里让她戴罪立功,限她三个月之内完成发电厂的订单,扩大产量, 为县里下一步对各个乡村进行通电,做好准备工作。 魏光明拍着胸脯保证了,就当她准备继续大失拳脚,完成县里交代的产量时, 村民却不来了。 好不容易摆平了这事,只要弟弟大海不回来,谁也拿她没办法。 可是,临近接骨眼上,怎么村民又给她掉链子呢? 随便一打听,她便知道了,是张国金让村民不来的。 张国金,又是她张国金。 只可惜她没死,要不然也不会有这些事,她还能再杀了张国金吗? 魏光明有些苦笑,村民已经知道魏大海的事了, 要是张国金再出现任何事,别说村民不会放过她了,县里也不会饶了她。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,也是第一次计划出现了偏差,没有朝着自己预料的方向发展。 以前哪次计划,不是在她的预料之中。 县里,要求她扩大产量,那都是白花花的钱,村民却不来给她干活挣钱。 她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。 没办法,她上门去找了村民,想说服村民返回矿上干活。 效果很不理想,压根就没人搭理她。 反正就一句话,景下太危险,随时要人命,挣那点钱,把命搭进去可不值当。 又不是吃不上饭了,还是老老实实地守着庄稼地,比较踏实。 出了门,魏光明就破口大骂,骂刁民,骂这些乡下人,一辈子活该受穷。 她是不敢当着村民去骂的,村民对景下作业已经熟练,目前还指着这些村民呢。 原先计划,让大海弄个空壳公司,好给她源源不断地提供廉价的劳动力,这样就有个过渡。 谁走谁流,都不用担心工人上手的时候,一时不能熟练。 没成想,因为大海的一次失误,导致原先所有的计划出现错乱,公司开不成了,能够下井熟练作业的村民不来干活了。 在村里转了一圈,魏光明已经放弃对村民的劝说了。 冤有头债有主,不去找一个人是不行了。 村东头的小卖部已经正常营业了,尤其是小卖部后面的排场,自从村民不去下井干活,排场一下子热闹了起来。 这几天,天气一直放晴,排场成了大家伙晒太阳的地方,能为上桌的坐在那里打牌,大多都是站在那看。 当魏光明来的时候,站那的村民齐刷刷得看向小卖部。 国金,看样是来找你的。 张国金一只胳膊缠着纱布,悬吊在脖子上,他往小卖部门口看去,看到魏光明提着两箱东西,都是一些农村没见过的奢侈补品。 这是来走亲戚的。 年都跑多远了。 走个屁,看他那愁眉苦脸的样,一看就是有事。 大家伙心里也明白,这魏光明突然到访,肯定是想着让张国金来劝说大家下井。 国金,这一次咱必须站在一条线上,绝不能让魏光明讨着好。 我先去看看。 张国金起身去到小卖部,他自然清除魏光明的来意。 魏光明显得很高兴,主动招呼。 国金,胳膊怎么样了? 张国金举了一下,试一说,没大事,养断时间就好了。 那就好,我今天来没什么事,就是代表矿上看看你。 哦,那谢谢矿上。 一时两人无话,心知肚明的是,魏光明不主动提,他张国金更不会去提。 和之前魏大海一样,谁先主动谁就落入下风,和魏大海又不一样。 魏光明总不会再想着把他给杀了吧,那他也太蠢了。 沉默了一会,魏光明耸了下肩膀,行了,没什么事,我先回矿上了,还忙着呢。 东西颠走吧,乡下人吃不习惯。 带的东西都是高档包装,卖乳精,罐头之类的,也就城里人能吃上这玩意。 魏光明笑了笑,还是把东西放在地上,没等张国金再次拒绝, 王神走了过来,直接说,颠走干啥,这么好的东西,颠走不浪费了。 王神,张国金不想让王神留人家的东西。 王神才不管那一套,不客气地拎起来就往家走,一边嘟囔着说, 你受了伤,人家是矿上的,来乔咱还不正常,就带了这么一点,我还嫌少了。 收下吧,矿上的一点心意。 魏光明脸上一阵白,听王神那样说,他心里不太高兴,这可是高档玩意,跪着呢,乡下人真是什么都不懂。 张国金无奈地摇摇头,看着魏光明离开,走了几步,又回过身,走了回来。 那个国金,我还是得跟你说个事。 你说? 张国金就知道,他不是来专门瞧病的。 关于矿上停工,想必你也知道。 怎么? 你是觉着村民不愿意下井,跟我有关系。 魏光明没有接这句话,没办法接,接下去就会牵扯到地地大海,张国金可到处在找大海呢。 幸亏他提前预判到危险,才让大海躲过一劫。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,我来是想让你去矿上当工人,领着下面人干活。 张国金以为魏光明来,是让他劝说村民下井的,没想到魏光明直接跳过这一步,选择让他下井。 魏光明打得好算盘,只要他下井,村民自然就跟着下井了。 选择直接让张国金下井,省时省力,倒是很符合魏光明的性子。 张国金举起缠满纱布的胳膊,还想再杀我一次。 魏光明当场被噎了一下,我想,咱俩是有些误会,关于此次他方,完全因为操作不当。 当然,也不能全赖到某一个人的头上,我对安全管理上确实有些疏忽。 你要是不准备提魏大海,那我想,咱俩是没什么好聊的。 张国金扭头走进排场,他不再给魏光明机会,魏光明说得太轻巧了,口口声声只说是安全责任,却不提示魏大海的故意操作。 他当然是不敢提的,现在魏大海逃走了,谋杀的是,全凭张国金一张嘴再说,村民愿意相信,可派出所是没法相信的,得讲究人证物证,最多把魏大海传唤回来,了解一下实际情况,才好下决断。 这样一来,魏光明只要咬死是安全事故,那他连着整个矿场便可以置身事外。 而张国金要和他进行一场博弈,而且只能赢,不能输。 张国金的心里,已然有了计划,在之前对魏大海的计划中,又扩大了之后,转移到了魏光明身上。 现在要做的,就是等,等矿场一直处于停工状态,等魏光明一直来找他。 他要把魏光明的性子彻底磨眉。 魏光明气呼呼地离开了小卖部,之后去找了杨磊。 这还是他第一次找杨磊呢,结果可想而知,碰了一鼻子灰。 杨磊已经了解了基本事实,他是不会帮着魏光明去劝书村民的。 从魏光明走后,张国金等着放学的唐校长。 放学的铃声响起,唐校长是最后一个出来的。 唐校长,等一等。 唐校长推着大梁自行车问,国金,有事吗? 唐校长,你能不能帮我找几本关于矿上安全生产的书? 书,你要那做什么?下井。 唐校长一连三问,张国金回答说,就是想了解一下,想着与你的关系,能搞到这方面的书。 那没问题,这两天我打听一下,尽量给你搞到。 张国金看着唐校长骑上大梁自行车远去,喃喃自语,得加强一下这方面的学习了。 半个月过去了,在这段时间,魏光明多次去找过张国金,无一例外,全部都是拒绝的话。 包括村民也都说,国金娃子要是去了,那俺们就去,俺只姓国金娃子。 他急了,彻底急了,眼看着县里给他的三个月期限越来越近,他是悔不该当初把县里的工人挤走。 再说,这都晚了,重新培训工人也来不及,因为这,整得他焦头烂额,压力很大。 也就是在这种重压之下,他忽然想到一个好办法。 果然,传道桥头自然直,他急急忙忙地跑去了县里。 回到杨家庄的时候,他再次找到张国金。 这一次,明显地不一样,在张国金一次次拒绝的时候,能看出魏光明是颓败的。 而这一次,魏光明却是带着十足的信心来的。 张国金看着魏光明笑了,看来你这次很有把握。 魏光明从衣服兜里掏出一封信,先看看这个吧。 张国金打开信看了,是苏锦成写给他的。 内容是书生气的苏锦成站在一定的高度上说的话, 无非是关于县里准备大力发展乡村,离不开杨家庄煤矿区的贡献,等等之类的书面话。 到了最后,才委婉地说,其实他早就看好张国金的,一直想着让张国金能去矿上工作, 希望张国金不要意气用事,尽快帮着矿上让村民下井干活,可以的话。 张国金最好是跟着下井的。 能看出苏锦成在信中,是有点责备的意思,说明魏光明并没有把事实告诉苏锦成。 魏光明看到他醋眉,指着信上说,你应该好好看看上面的话。 杨家庄和平山县的乡镇想要发展,是离不开矿场的,你也不想看着杨家庄因此停滞不前了吧。 当然,为了乡村发展,我可以重新培训工人,到时候,你们就是求我,我也不会用杨家庄村民的。 威胁我。 张国金淡淡问了一句,那倒不是,和你说实话吧,县里县我三个月必须完成产量,我要不是急,肯定不会三番四次地来找你。 你要是不想,也没事,大不了往后推迟一点,我能等,就怕县里等不起。 还是威胁,以为拿着一张苏锦成的劝说信,就当成上方保健了。 既然这样,那你还是重新培训工人吧,我不是吃工家饭的,没必要听他苏锦成的。 魏光明要是这种态度,他不好实施心理的计划,直接就把信交给了对方。 张国金,你别不识好歹啊,原以为,你是个有远大理想的人,现在看也就跟小肚鸡肠的村民一样,没啥分别。 魏光明在赌张国金是个有报复的人,为了乡村发展,是愿意尽一份力的,这才是他了解的张国金。 张国金也在赌,他赌魏光明坚持不下去。 想让我下井,你得拿出点诚意吧。 诚意? 我专门跑到县里,让苏锦成给你写了封信,这还不够诚意。 张国金摇摇头,没再理会魏光明。 魏光明只抛下一句明顽不灵,便走了,他不准备再找张国金了。 回到矿上,他就让小孙到各个乡镇张发公告,招一些其他乡镇的村民来矿上干活。 小陈去做了,没有愿意来的。 小陈说了,都说矿上差点闹出人命,不能把命搭在里面。 从矿上停工到现在,已经将近一个月过去了,只靠着仅剩的十几个工人在井下挖煤。 想三个月之后完成县里的产量,根本不可能。 他算是认清了现实,这些村民比他想象的要难产。 晚上的时候,白哥喊张国金睡觉,国金,这都半夜了,你还不睡。 夜已经深了,张国金缩着手,正捧着一本关于煤矿安全的书,看得认真。 打扰你们睡觉了吧,我把灯拉灭,去小卖部看书。 张国金起身,把书抱在怀里,向外面张望了一眼,深夜里,黑漆漆的一片。 没想到都到这个点了,村里没有亮灯的,只有冬地这间瓦房里还亮着灯。 灯泡发出黄色的亮光,亮一夜的话,白哥估计睡不好。 他准备到小卖部,把炉子打开,也不至于太冷。 国金,别看了,那么冷的天。 不碍事,再看一会,我把这上面的重点标记一下。 白哥叹了口气,你是不是准备下井啊? 那你为什么还要拒绝魏光明? 不让他彻底认识到自己的错误,以后矿上也是没个好,就该制止他。 可就算这样,咱爹也不会同意的吧。 张国金把书放下,长吐一口气,这我考虑过了。 所以,我才给姐夫找了个嬴胜,咱爹应该会同意的。 这段时间有空的时候,他去了老丈人家好几趟,姐夫已经能下床了,还说过不一个月就能回到井下继续干活了。 老丈人当场就把烟锅砸得砰砰响,说姐夫脑子进江湖了,差点连命都丢在下面,还想着去矿上干活。 总之,老丈人一百个不同意,同时也让张国金不准下井,他知道魏光明这段时间老是来找二女婿。 姐夫还想辩解一下,在井下住一点没啥事的。 老丈人异常地坚决,上一次矿井他房差点没把他吓死,老了老了,只求个安生日子。 家里的钱够花的,无论如何,大女婿是不能下井的。 大丫头快生了,她可经不得再出啥事了。 包括连一向支持下井的大姐,这次也改了口风,就在家守着庄稼过活吧,不挣那个钱了。 大姐和老丈人统一了口风,姐夫再想去,都不行了。 那几天里,姐夫就像变了一个人,也不算变了,只不过恢复到原来的样子罢了。 姐夫下井这段时间,性格上发生了改变,话多了,很多事情也有自己的见解了。 因为这次事故,姐夫刚刚改变的性子,又恢复成原样,张国金看得很不好受。 他想,让老丈人同意,姐夫下井是不可能了,大姐都不站在姐夫那边了。 那不如再给姐夫找个营生,也算报答姐夫的救命之恩。 这个营生,便在他对魏光明的计划之内。 他相信魏光明一定会来找他。 魏光明来的那天,带了十足的诚意。 这一次是开着轿车来的,一下车就喊小陈,赶快把后面的东西拿出来。 王神眼尖,一眼就看到魏光明带着贵重的物品,整整塞了半车。 王神,这次可不能说我小气了。 魏光明先是向王神打了声招呼。 嗨啊,这次不小气,这次带得多,一定勤来啊。 不用人特意安排,王神主动钻进车里,把半车厢的营养品往屋子里拿,嘴里嘖嘖响个不停。 有罐头,罐头好啊,那叫一个甜,就是天冷,扎牙。 国金,光是这点礼品可不是我的诚意。 只要你下井,我给你个班长干。 工钱是普通工人的一辈。 井下班长都是魏光明的心腹来当的。 班长不用干活,只负责井下协调和指挥。 魏光明能把班长,交给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张国金,可见给出了足够诚意。 但张国金提出了三个条件。 听到张国金说有条件,魏光明面色一正,随即松开促紧的黑眉,提条件好,他就怕张国金太过于高尚,从而没有条件。 既然愿意提条件,说明是个人都是有软肋的。 只是目前,他还没拿准张国金的软肋在哪。 不过不碍事,以后有的是机会。 张国金能提出条件,算是往后退了一步。 魏光明高兴起来,果然,你还是明事里的,你尚且如此,我作为矿长那更不能小气了。 说吧,什么条件? 甭说三个了,就是一百个我也给你办到。 张国金点点头,他相信以魏光明的实力,至少前两个条件是没问题的。 第一个条件,是井下安全问题必须做好,所有村民下井的时候必须做好防护,尤其是喝了酒的,不准下井。 魏光明挑着眉,他有些纳闷张国金怎么提出这样一个条件? 嗯,这在培训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了,可是他们愣是不听,你有啥办法? 爱,不听老人眼,吃亏在眼前。 关于割煤机,绝禁机,输送机,破碎机,等等这些大型设备,必须进行停工为检。 要成立现场负责人,检测和监护人员,包括作业人员,都要各司其职,不得善离职守。 张国金知道村民的脾气,住在一个村里,大家往来,相互帮衬着习惯了。 在井下也是这样,明明不属于某个人的工种,那快到了下工的时间,大家伙都会帮着某个人去干活,好一快早点下工。 帮助人没有错,可不熟悉别人工作流程的情况下,很容易出现事故,经常见到亮子手上滥开口子,反正大事故没有,小小的皮外伤就没断过。 这都是因为大家,不能专注做自己任务的原因,张国金提出这样的条件,事实上都不算什么正常条件。 这本事就是矿上的制度,没能认真执行下去的原因,其实魏光明是冤枉的,不是他不让村民执行,全然是村民不爱受那条条框框的约束。 所幸,他也就不管了,能多出煤就行,至于其他的,他何必操心? 没想到,张国金又把这些条条框框给提了出来,魏光明有些诧异,他倒不是诧异张国金会说出来这样的话,他诧异的是张国金从哪里听来的这些话。 很多都是矿上的专业机器,和一些专业制度,张国金可没下过井,就是下了井的这些村民,也不见得就认清那些机器。 都是乡下没文化的村民,只顾埋头干活,他们才不管那些机器叫个啥名字,大一点的机器就叫大老黑,长一点的机器就叫大长冲。 张国金一个没下过井的村民,是怎么了解到这些专业知识的,还有很多提出的条条框框,比框上原本的还要多。 魏光明提出自己的疑问,张国金只是说从书上学来的。 魏光明马上懂了,张国金早都计划着来框上了,这段时间坚持着不去框上,就是等着这一天呢,等着他撑不下去的这一天。 魏光明是又气又笑,国金,你实在没必要和我玩心严子,想去就去,我又没说不让你去,你还整这么多理论知识来故意压我。 我不否认,你说的这些理论知识都对,但任何事都要从实践中学习,这是一次好机会。 你去了框上,一定会有一番作为,至少。 魏光明抬头看了他的那间红砖瓦房,至少在天几间红砖瓦房对你来说,会很轻松。 那我提的这些要求,你都能严格执行。 魏光明低头沉思了一下,不是我执不执行的问题,你这个条件算是给你自己提的, 让你领着工人干活,那安全的事自然由你负责,不过,村民什么脾气,你比我了解,这么多条条框框,可不见得他们就想去遵守了。 任何时候都要以人为本,乡亲们会理解的。 那就行,说说你第二个条件吧,我希望这个条件是为了你,而不是再为了那些村民。 魏光明掩饰住对张国金内心的亏损,他不希望张国金是个无欲无求的人,这样的人,真得很难拉拢过来为他所用。 这种情况下,他甚至希望张国金是个坏人,贪小便宜的人,这样的人,哪怕在村子里有点声望,也不足为惧。 张国金提出来的第二个条件,让他松了口气,说到底,他张国金也是一个有欲有求的人。 张国金说,第二个条件,你得想办法给我弄条线路。 线路?什么线路? 从线里到镇上搬车的线路,这是第二个条件,无论如何,你都要办到的。 魏光明养着脑袋,哦,这算不算是你威胁我? 张国金正了片刻,突然想起前几天,他说过魏光明在威胁他的话。 魏光明突然笑了,笑得很大声,我答应去办,县里,我认识人,给你弄条线路不在话下,这是不急,等你在矿上干个几年,挣够买车的钱,我一准给你办。 不,这是很急,从镇上到县城,笼共就那一条大路,周边经过的乡镇都是固定的,过几年的话,早就轮不到咱了。 他能想到,这条线路是个肥肉,那指不定多少人在背后盯着呢? 有钱买班车的倒是有,能拿到线路可就没那么简单了。 魏光明撕了一声,那你什么意思?我让你是去矿上的,你再让我给你整条线路,那谁带村民干活去? 矿上我自然会去,这条线路,我准备给我姐夫开。 老丈人原先就不赞同姐夫去矿上,结果,他说啥来着,出事了吧,差点连命都赔进去。 姐夫要是再想去矿上,老丈人是绝对不会答应的,如果能借着魏光明的关系,弄来这么一条线路,不比在矿上挣得多,还没有那么辛苦。 司机多体面,脚下一家油门,方向盘一抹,直接就跑了,风吹不着,雨淋不着,咋个也要比当梅黑子强? 从井下出来,别说肾上了,时间长了,家里看着都黑区区的一片。 魏光明放下心来,只要张国金愿意带着村民下井,那给他整条线路也没啥,反正是他那个姐夫开,就当矿上给工人的补偿了。 魏光明满口答应了下来,这我一句话的是,就算只剩下一个指标,那也是我说的算。 他这话看似在说大话,其实不然,他的确有这个实力。 魏光明直接搂住张国金的肩膀,他还以为张国金会提出什么苛刻的条件呢? 没想到都是一些琐碎事。 走,国金,咱俩去镇上喝点,你是不知道,看见你,那就跟看见亲兄弟一样。 亲兄,啊,那个,我的意思是咱俩好。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,我就觉着咱俩有缘分,想着有一天能一块共事,你看,这就是缘分,他想挡也挡不住。 只要你来矿上,那这是妥了,以后在咱俩的共同努力下,好好经营矿场,杨家庄一定。 杨家庄算个屁,就是整个平山线,咱也横着走。 说完了吗?张国金的脸色突然冷下来,魏光明搭着的胳膊拿了下来,他搞不懂张国金怎么突然变脸子了,刚才明明聊得很融洽啊。 啊?国金,我知道了,你是闲镇上太小,不上档次,那这样,咱去县城吃去。 我知道有一家也未做得不错。说完了,咱就谈谈第三个条件吧。 嗨,你都不用谈,你是班长,你说咋办就咋办,谁不听你的,仅可以打骂,不对,打骂不好,那就扣工钱,你说了算。 魏光明心情大好,县里规定的出眉期限还算来得及,加班加点的,差不多能赶出来。 他现在可没心思去和村民纠缠了,他也算是看出来了,强龙不压地头舌,在人家的地盘上,必须先稳住一个重要人物,以后的事就好开展了。 而张国金,就算是杨家庄的领头人,和泼皮无赖不一样,一个外乡人,倒插门过来的,能在村子里说上话,全部得益于他平时给村民做的好事,或者争取来的利益。 魏光明觉得,张国金才是一个有诚服的人,不过不重要了,张国金的那点小心思,无非是针对村民罢了,跟他没任何关系。 我想,还是谈谈得好,恐怕最后一个条件你不答应了。 关于前两个条件,魏光明一点也没犹豫地便答应了下来。 对于他来说,太容易办到了,答应得也就轻松爽快。 那你说说第三个条件吧。 魏光明问得轻松坦然,就算再多一个条件,他也不会放在心上。 第三个条件,就是让你弟弟魏大海,回来自首。 张国金紧紧地盯着对方的眼睛,他看到对方露出了慌乱,再也不是之前两个条件那样从容淡定。 魏大海眼中的慌乱只是一闪,立马变得凶狠起来。 国金,咱没必要吧,都说了是操作不当,你干嘛死咬着大海不放呢? 再说,又没有死人。 哼,要是真死了人,恐怕你会比现在好过吧? 至少,死人是不会说话的,是不是为大海做的? 我只相信我的眼睛。 最后一个条件,才是他和魏光明耗下去的原因,不让村民干活,让矿场停工,让他魏光明付出代价。 口口声声都是你看见的,那总要讲证据吧,连王永贵都没说见到是大海做的,你又凭什么断定呢? 没有证据的情况下,你这样说,会让杨家装煤矿区跟着蒙黑的。 魏光明总爱拿大话压人,张国金可不吃他这一套。 那魏大海为什么连夜逃走,要不是做了亏心事,至于心里有鬼吗? 魏光明一下子被问住了,张了张嘴,还想解释,但又能解释什么,都是徒劳的。 看到哑火的魏光明,张国金心里一喜,他知道魏光明这是有所动摇,意味着有希望了。 你我都清楚背后的人是谁。 就像你说的,没有证据,谁也拿那个背后人没办法,但魏大海是直接操作人,他必须得接受法律的制裁。 魏光明默不作声,张国金便乘胜追击,让他回来投案自首,总好过哪天把他抓住吧,那情况可就不一样了。 自首的话,情节就不算严重,你不也说了,矿上没死人。 啰里啰嗦说了一大串,无非是想把魏光明的放心,一点点地给瓦解掉。 魏光明究竟有没有被他的话动摇,他看不出来。 因为此刻的魏光明异常地冷静,脸上没有为魏大海感到焦虑不安,也没有妥协的意思。 张国金轻轻吸了口气,他心里开始紧张起来,让魏大海回来自首。 魏大海是所有计划中最重要的一个,也是最无法妥协的一个。 他一定要让魏大海付出代价,让他那个哥哥亲手把他送进牢里。 魏大海会是什么样的一副表情? 不相信? 惊恐? 害怕? 还是对哥哥的失望? 这才是他应该得到的恶果。 魏光明占了很大一会,我先想想吧。 没有咆哮,没有愤怒,相反很温和,亦或者是颓败的气息。 怎么一下子就搞成现在这副样子了? 他来杨家庄这段时间里,没有一次计划出现偏差,所有的事情都按照他预料之中的进行。 唯独这一次,他竟突然冒出杀掉张国金的想法,没来由的,只是觉得这种人将来对他会产生威胁。 也是这一次,计划中是由大海去做的,要是他亲自做,根本不会出现这样的事。 井下的情况,他可太了解了,想杀掉一个人,完全可以悄无声息的。 败就败在,大海大意了,也败在他做了一个愚蠢的计划。 张国金晃了下脖子,那你好好想吧,我得去小麦部帮忙嘞,想好了,告诉我,不急。 他当然不急,急得应该是魏光明才对,急得应该是县里才对,急得应该是他苏锦诚才对。 什么狗屁亡灵计划,到现在也没见他苏锦诚的计划实施在哪里了? 张国金觉着,还是他的计划好时,所有的条件,都是对村民好,对姐夫好,最后一条,他才算是为了自己。 他想看看,以一个乡下农民的身份,能不能撬动这些大人物。 他要试一试,所以才有着这么多天,同魏光明的一场无硝烟对抗。 虽然魏光明表示要想一想,没有直接应下这第三个条件,可张国金觉得已经成功了。 王沈问,啥个是把你高兴成这样?还有你跟那姓魏的离远一点,我看他没安傻好心,嘀嘀咕咕这么半天,你们到底说了个啥? 王沈,以后你得多辛苦一些了。 咋个?你是要下井? 张国金点了下头,你看我还欠着这么多钱,得猴年满月能还清,虽说名义上是宿娟姐借的,可担保人是我呀,宿娟姐食堂的效益还不咋样? 万一有村民突然来要钱,我也得能拿出来不是。 王沈一摆手,行了行了,说这么多,你不就是想下井吗? 那你说,白哥咋个办,小昭阳我倒是有力气搭把手,白哥很不方便啊。 就是白哥同意的,要不然我也不会去下井的。 乡下的冬天那么冷,尤其是到了晚上,张国金在这一个月里的寒冷夜晚,挑灯夜战,抱着书本, 认真学习。 要是小时候,家里的情况好一点,以他的学习成绩,是可以上下去的。 一个月里,手动烂了,脚动肿了,他没有放弃对井下的安全学习。 唐校长说,理论要在实践中磨练,但首先你得有理论。 张国金记住了这句话,对书上的信息和案例看得极其认真。 有时候,张国金会在堂屋里看,白哥还没到睡觉的点。 只要张国金在堂屋的时候,白哥就会一直紧紧盯着张国金,看他一会猝紧眉头,一会嘴角上扬。 感受到那种被紧盯的目光,张国金总会问,要睡了吗? 我去小麦不看吧。 白哥每次都摇头,有一次他对张国金说, 国金,我原来不是叫白哥,很小时候的事了,具体之前叫什么名字,连咱爹都不记得了。 也就是被确诊将来很可能要一辈子躺在床上的时候,养老怪除了给他换一个名字,什么都没有做。 以前的白哥是那样的敏感,他觉得这个名字,对他来说就是一种讽刺,乡下的野鸽子能飞,很高很远,可他连走路都不行。 他羡慕鸽子,却为自己叫白哥而无奈。 现在,冬日的冷夜里,他不再有以前那种无助迷茫的感觉了。 张国金不就是鸽子身上的一双翅膀吗? 有力,坚毅,纯白。 白哥对张国金说,我的丈夫应该去走更远的路,像鸽子一样,飞得又高又远。 而不是守着这八亩庄稼地,一辈子就这样了。 他以前是希望这样的,那时候,他觉得有自己的家,有自己的庄稼地,有丈夫守着他,就是老天爷给他最大的恩赐了。 后来,他才发现,他有点自私了。 张国金不能一辈子守着他。 他该有着自己的一帆天地,他也一样,当张国金往前走的时候,他才会跟着往前去。 那要是张国金就这样停止不前了,他好像一下子又失去了追赶的目标似的。 冷夜里,挑灯夜读的张国金,让白哥常常看得失神。 他知道,这才是张国金该有的样子,是他丈夫的样子。 白哥说,同意他下井,至于爹,他会去劝说。 但是有一个前提,是张国金必须答应他的。 无论什么时候,张国金必须完好无损地回到家来。 张国金有点惊讶,我,我没想着要去矿场的,我只是帮乡亲们了解一下煤矿的实际情况,那景下我看了,不严格管理的话,早晚是要出事的。 他只是和白哥这样说,那他有没有去矿上的心思,说实话,从一开始就有。 丝丝缕缕的,如雾气一样缠绕在心间,又很快,便被平常的琐事磨灭得一丝不剩,只偶尔有个小火苗,时不时地冒出小脑袋,在心房里跳跃着。 白哥看着夜里,眼睛发亮的张国金问,国金,那你觉着,魏光明会不会答应你第三个条件? 张国金对白哥说,其实魏光明完全可以高价雇来别的工人,要不然就是培训新工人。 但这个前提下,是需要时间的成本,魏光明恐怕耽误不起,时间对于他来说就是金钱,更何况,他是不想放弃咱杨家庄的这些廉价劳动力的。 国金,我会把小麦不守好,别的我不问,但你下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,咱这个家,你要是出。 白哥赶忙闭上了嘴,说出了事这样的话,太不吉利了。 张国金当然明白白哥的担忧,和白哥一样,村里大多数人对自家下井的汉子,都是担忧的。 尤其是在出了他方这件事之后,还不能算是意外,是人为的,那就更可怕了,人心难测。 把魏大海抓回来,也是全体村民的想法。 否则,他们就会按照张国金说的那样办,对矿场进行罢工,村民和张国金达成一致,为此来让魏光明妥协。 这可是第一次能让魏光明妥协的好机会,他们必须统一战线,这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切身安全考虑。 矿井下太可怕了,不出事则已,一旦出事,都将是致命的。 张国金通过量子,来找他们协商的时候,村民对张国金也有一个条件。 那就是,张国金也必须下井,他们只相信张国金,经过这几年的相处,他们认为,张国金能做好带头这种事。 首先是倒插门的外姓人,不用顾忌什么辈分和关系之类的,再者张国金这个人,总有着一种不同于寻常人的见解和坚定的精神。 其他井下干活的村民也推出过代表,那就是一盘散沙,当有权益向矿上争取的时候,立马就被魏光明几句话给打发回来了,不够坚定。 经过多次之后,干活的时候,他们不是没想过,要有那么一个像样的领头人就好了,也不至于天天被魏大海毫无理由地谩骂。 都是大老爷们,被人家指着鼻子骂,脸上总归是挂不住的。 在这种情况之下,他们想到了张国金,这娃子别看年轻,倒是有些血性,坚定,热血,是个好领班。 可人家有小卖部,为了照顾白鸽丫头,不愿意下井,机会也就是在张国金出事的后一天。 听张国金说,这次事故是人为,而不是因为什么意外,操作不当的原因。 他们和张国金的想法不谋而合,达成了一致的情况下,张国金才有底气和魏光明耗了一个月。 魏光明终于是撑不住的,通过打听,他才知道,村民是想让张国金当他们的领班,才迫使他带着最大诚意,让张国金做井下一号彩区的班长。 魏光明来了,先前的两个条件,他是一点都没当回事,直到最后一个条件,他不得不慎重考虑,一边是自己的亲弟弟,一边是自己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矿场。 在亲情和利益之间,他必须迅速做出决断,不能再拖了。 再拖下去,县里会对他不满的,别忘了,还有一个苏锦城暗地里盯着他呢,总想在后面给他使绊子。 他来经营煤矿之后,在杨家庄因为控制成本,做了很多伤害村民的事,导致县里出现了反对的声音,尤其是苏锦城叫得最欢。 要是这一次,没能在规定县期内,完成县里交代的产量任务,那苏锦城一定会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。 虽然他不怕那个苏锦城,但出了煤矿塌方,塌方也只是小事故,可是有一点不得不考虑。 那就是张国金指控说是人为的,那个人还是他的弟弟,县里已经对他产生了不好的想法。 要不是靠着他的实力,真有可能因为这次事故栽进去,张国金和他那个姐夫死了,也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。 一想到这,他就对弟弟大海感到气愤,除了打架和玩女人,其他是没有一样能看上眼的。 去找苏锦城给张国金写信的时候,苏锦城明着,是让他好自为之,别老整些算计人的事,真出了要命的事,那谁也就不了他。 还有按着,当他顺着苏锦城的话,提出为了安全,最好有个能服众的领班人时,这个人张国金倒是不错的人选, 没想到苏锦城想也没想地,就答应了下来。 还以为让对他有看法的苏锦城,写这封信会很难,结果,比想象的要容易太多了。 难就难在张国金本身,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,而最后一个条件,他该怎么选? 亲情,利益。 回到矿场的时候,他纠结了一夜,天刚黎明,他便做出了决定。 一大早往市里赶去,给国外的魏大海拍了一封电报。 他决定了,亲情和利益都要,矿场的利益是绝对不能丢的。 至于亲情嘛,他会和大海好好说的。 他在电报里说得很详细,带着亲人般的关怀,让大海回来投案自首。 总之,他把情况说得很严重,大海要是不回来,矿场很可能因此经营不下去,以后的活路就断了。 说完了矿场的严重,剩下的就是关怀,明着暗着,意思就是让大海把所有事都扔下来。 跟矿上,跟他这个哥哥没有任何关系。 就是做两年劳的事,他可以想办法,疏通关系,弄个保释,这样也就是做一段时间而已,过不多久就放了。 好